养生头条权指导,健康生活吧,你行,Hello,大家好,魏晶看到这里,你可能会很震惊,没错,家家户户厨房里必不可少的魏晶,其实是一种可以致癌的食物,据最新研究,每人每日摄入魏晶量不能超过6克,一旦超过这个数目,毒瘀的魏晶会在体内转化成伤害免疫系统的物质,增加致癌风险。 建议大家平时炒菜时少放点味精,葵花子葵花子中含有大量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元素,如链、链等,这些重金属或严重损害肝脏的正常功能,导致机体解毒派毒功能出现紊乱。 毒素沉积的体内,严重时可诱发细胞发生癌变,口香糖口香糖原本无毒,但在生产加工过程中,加入了大量添加精和防腐剂,其中含有许多质癌物质,一损伤正常细胞,造成癌变。 建议大家少吃口香糖,油条油条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了瓶盘,这是一种带精为毒性的化合物,多吃可造成人体停血,既油条中含重金属铝,吃多了一道争,老年痴呆症,油条含有多种致癌物。 必须要少吃,皮带皮带中含有一定量的千元素,常吃会造成人体先中毒,并严重伤害免疫系统。 包米花包米花在加工制造过程中会受到千元素污染,形成致癌物,吃多了会造成血液中毒,毒害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,严重时会引起非功能障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